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深度类神经计算跟应用 那在这里的话我来讲一个一至二节 Adaptive Linear Neurons 就是说这一块是比较偏向应用面的符号 所以我就先把大家常常看到什么 Adaptive Linear Neurons这一块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因为它的数学模式比较简单 那真正比较复杂的部分 后面再组续地跟各位做说明 那画出这个图出来你可以看到 这边画这条线就表示它是Adaptive 它可以调 线就像一个指针这样可以调这样 那到底它长得怎么样 就是说常常我们在看到好多文献 包括看到很多 paper 看什么 什么Adeline 那什么意思 它就是Adaptive Linear Neurons 那事实上它是从一九七几年的那个叫做Adaptive Linear Filter 里面来的 这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Adaptive Linear Neurons 是一个Single Layer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那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们很快的来介绍一下 所以 There are an Input Vector 它这里有一个Input Vector 有一个Input Vector 打出来 Input Vector 那也有怎么样 一个Summation Component 这个是我们的Weight 有一个Weight 就是说有一个Input Vector 还有一个Weight Vector Weight Vector 那还有一个Summation 就是我们的Summation 就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些研件 有没有 逐一的把它用我们工程的角度 把它这个落实出来这样 那还有一个Treshold 就是说那个整个Action 整个信号的一个传送之前的话 它会做一个这个做一个我们叫门槛值 把它目立出来这样 就是这个Treshold这样快 好 那还有呢 那Adaptive的意思是说 就像说我们人类这个天气很热衣物就脱掉 那天气很冷的话 又想要穿衣服 那就是一个四性 那四性就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Desert Output 就是这边有一个四性研件 所以我们就叫Desert Output 这边有一个Desert Output 就是说整个大环境的一个要求的一个变化 那还有一个什么 一个Adaptor 就是这个Adaptor 那这个信号是输出的信号 一个输出信号 还有一个Physical Output 我把它写出来 就是这个Output 那Output的结果发现你穿的太多 可是现在希望说你的衣服不要穿那么多 中间就有一个落差 那落差就会产生一个误差出来 一个误差出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Adaptor 就是类似我们的一个可调整 这个不是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出口开会 带的那个Adaptor 不是那个变压器 那这里只能说要去调整这个Desert Output 跟这个Physical Output之间的落差 不要说天气很热 结果你穿了很多衣服 这个就非常奇怪 所以这个刚刚所看到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 一个符号 那这个符号最传统应用 那就是Adaptor Linear Filter 那为什么要回到这边来讲 因为我们在这个深度学习的那个Application里头 最常用就是影像处理 这个Image Processing 那讲到Image Processing 各位就是说看到那些neural的那些model 看到那些neural的那个相关的这一个文献报导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线性逆波器 这个Adaptive 那可调的线性逆波器 这是非常重要 那它这个画图的一个结构就非常简单 就是说一个 An Adaptive Linear Filter is a Linear System 它是一个线性系统 Control就可以被控制 By什么呢 Some Adaptable Parameters 就可以被某一些可以怎么样 被你微调 来展现视性能力的那些 这一个变数 那让你去调整它 So which can be adjusted by an objective or optimal function 就是说你有一个目标函数 或者是一个最佳函数 那你把它调到最佳的状况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块里面的那一个 整个功能这样 所以呢 那We discuss the Multiple Input and Single 这个Single Output 这是 Multiple Input 那这个是 Single Output Single Output这样 那Sage Let the Learner can easily understand Related Notation for Further Learning 那因为我们在多年的这个教学 跟这个带研究生的话 发现各位都很聪明 但是那个成熟度不够 研究在什么呢 在相关的这个表现的符号 表现的符号里头 就没有办法表现非常好 所以在这一集的这一系列的这个 这个课程录制里面我会强调符号的一个呈现 那在以前我们也录过好几集的这个 这个类似的课程 那都把那个概念讲得很清楚 但是各位同学学会的概念以后 发现手上功务还是很弱 包括整个在Programming 包括在写报告的时候呢 都没有办法把那个明确的数字把它写出来 这个非常的可惜 所以再重申一遍 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们的什么 Adaptive的这一些参数 Adaptive参数 这个可以看到它是Adaptive的参数 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 整个的一个Summation就是W1乘上X1 加加加加到W9乘上X9 我用一个最传统的一个3乘3的这个 逆波器的观念 那后面马上帮各位呈现出来 再度的重申一遍 因为Image Processing 是我们做深度学习 会各位同学常看到的相关的这一个应用问题 所以我就在这一集的系列里头 在1.2我就提早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那借着这个简单的应用架构里面的 这个相关符号 希望同学都能够怎么样 慢慢的成熟 所以你看最后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 其实它这是一个内积 那相关的数学符号 后面我会在这个1.3 也会再强调1.3 1.4 甚至到1.5的话 更复杂的结构都会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好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 那这里就是 那这个就是前面的Tracial 那我用一个Linion 用一个线性的 一个线性 所以这个是一个线性 就是我们常常Y等于什么样 等于X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线性的结构 就不再去做一个Tracial 就是这个输出怎么样 我就把UP的怎么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可以看出来符号是画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叫Tracial Function Tracial Function 那后面真正的一个介绍 我再来跟各位对它下更严谨的定义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个 它的一个向量表现方式 所以很讨厌就是说 当我们在写Paper的时候 或者在呈现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用一个向量 或矩阵的一个表现方式 所以这样的一个计算算很简单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计算方式 但是我如何把它表现成向量 这个就是我的向量表现方式 这是我的向量表现方式 你看这样的一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很清楚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Wave Vector 那这是我们的Input Vector Input Vector 所以把它写出这样子出来 那我再把敲出来给各位看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我们的Wave Vector 有没有 那这是我们的什么样 我们的Input 那你会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这样写 因为这个是传统的线性怠数的写法 那后面在1.3到1.4的时候 我会针对这些符号 做更深入更精辟的分析 给各位看 那这是因为是传统的 传统的线性怠数写法 所以会把这个Wave Vector 写在前面 然后把这个Input Input写在后面 然后让他们两个做计算 做计算这样 那这个 那还有一个观点各位一定要清楚 就是说我们在做工程或学线性怠数的时候 他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这个向量是一个Wave Vector 那大部分我们的向量都怎么样 我们向量的表现都是以Color来表示 就是说 几乎我们所有的标准的向量写完 因为以前中学各位在学的时候是 用Wave Vector代表向量 那在工程跟线性怠数如果都没有讲的话 它的这个向量就是Color Vector 所以因此这个Raw Vector就必须怎么办 被做一个转字 因为它的标准写法写出来的话 它就是一个Color 那转字以后就变成是一个Raw 是一个Raw 那这些都是基本的观念 基本在读线性怠数要知道的观念 可是很多同学就比较不care它 导致你们在写paper的时候 我们就帮你们改起来就非常辛苦 那最后这两个你可以这样做计算 得到这个结果 那它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标准的内积 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内积 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内积的形式 所以最后这样就是一个内积形式 有没有 内积的形式这样 那有些课本是把它写成这样 有些课本把它写成这个W 这样的一个转字 有没有看出来 所以有不同的写法 不同的写法 有不同的一个机制 那大部分我们工程是喜欢把它写成 大写的转字 大写的转字这样 好 那这个就没问题了 那没问题的话 又回到我前面讲过了 这些线性立波器 它最主要是用在影像 影像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把它 简单的数学模式 重申它在这个影像上面的一个变化 所以首先看到2D的Filtering 这是我的什么样 这是我的 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的Input Samples 我有9个Samples 那这个怎么样 这就是我的什么样 我的Filtering Windows 视窗 有没有看出来 那他们的计算结果就怎样 就是他乘他 再加他乘他 再加他乘他 所以依此类推到最后第9个 他乘他加起来 就是这个数学公式 就是这个数学公式 那这个数学公式你要会熟悉啊 因为写程式的话 这两个双回圈嘛 双回圈 所以这个符号 你的同学就还是不熟悉 写出来的话就不够严谨 这个是比较伤脑筋的 那观念很简单 但是表现很重要 所以因此 这个是一个Filtering的result 最后的 这个有一个Input Sample 跟一个什么 一个Filtering Window 两个做计算 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出来 好 那还有更明显的 这个就变成说 以后各位在玩深度学习 必须要知道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什么 这一块是我的Selected Sample Window 就是什么意思 外面这一围我没有把它写出来 这就是一个Image 它是一个Image 它是一个影像 它是一个影像 那我这边就是 1 2 3 4 5 6 7 8 9 9乘9的一个影像 那中间我随便就选中了 这个9个信号 你看它到了第4个第5个位置 所以好辛苦 我那时候编这个讲义 它慢慢敲了没有 所以这个正接位置是X34 X35到X56 那这个是我的视窗 那这个视窗我们就会叫什么 叫它叫Sliding Window 为什么它会从这个左上角 这个一直滑到右下角 把它计算出来结果 那例如滑到中间 两个这个 这是我的Sample Sample那这个是我的Window 所以说计算出这Y45 所以这个的结果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 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说 那我的Filtering Result At的什么样 45的这个Entry 这个位置 那公司长得怎么样子 看一下 哇公司长这样子 你看好 我把它简单的擦掉一下 那这个公司很多同学 就会搞不清楚了 很多同学会搞不清楚 这个符号 你看 这个意思是说 按照前面的那个Sliding Window 意思是 我要用W的这个 跟它相乘 要用这个跟它相乘 那可是你现在当下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怎么样 这是我的Window 你有没有看到 那你发现P是从-1到1 那-1的话就是 1-1嘛 -1就是1-1有没有 那1 1-1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33 33你们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1到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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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 发表的那个录音里面就必须这么写 那包括这个符号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 当XI它在PQ PQ这个位置 这个是PQ 有没有 At PQ你看 At什么 对 At IJ At IJ的位置 就说PQ是一个变数 IJ是固定的一个位元 那这里的话我的符号 我就在教稿没有教到 这个IJ一定要用什么 要用协体字 要用协体字有没有 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要求在打字在写PAPER的时候 相关符号的那个排版 都有它的一个行规的要求 所以很简单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后续你在玩那个深度学习 就可以看到大量的这样的出现 那当你要写报告 写你的论文的时候 这些符号表现不出来 还有那个排版排错了 该协体没协体 那该怎么样就没有弄好 所以这个就蛮麻烦的 那包括在这里也是一样 比如说W 那很多的数学课本就直接写IJ IJ 但是问题我们在排版的时候 不好排版 尤其是我们在代表它的各种变化 所以我们就很多课本 很多论文就再多一个卡 这样更容易了解 它是IJ位元 IJ位元 所以很多数学课本是这么写 但是我们真正遇到 我们在Programming 在做系统设计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Cama 所以那么简单的一个符号 就要耗掉你很多的时间去处理 好了 那又来的问题了 这个也是我们在做影像处理 你会常常面临到的问题 什么意思 一个叫做Consent Appending 意思这是我的影像 可是当我的视窗 我的视窗跑到这里的时候 我要sliding window 跑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几个信号 没有定义有没有 我没有办法做计算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讲说 Entry out of the boundary are pending 被 这个附上一个什么 一个Constant 有一种方法就直接就加一个常数上去 那Such that the sliding window can cover unappropriate value for further filtering computation 就是说 你给它适当的位置 那这个才能够办法做计算 因为它需要一个什么 三乘三 三乘三的信号 所以这个就叫做常数的appending 所以未来你们在做深度学习的相关影像处理 也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pending的话 影像被计算 说越算越小 传到后来影像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叫做repeating appendix 什么意思 就是说 The entry out of the boundary with are appended with the nearest boundary value Such that the sliding window can cover the appropriate value for further filtering computation 比如说 我要再算这一块的时候怎么办 我就需要补这一块 我就补11 11 这个补12 这补11 这补21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就不用讲 这本来就有了 当你发现呢 我这要算这一块怎么办 我就补这一块 补这一块 补nearest 那他就有办法算怎么样 算出这个出来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就是未来你们在做影像处理 会常面临到的问题 常面临到的问题 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简单的想法 那当然如果还有一种叫做cycle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符号可以连这个 反正各种不同的连接方法都有它的一个道理 好 那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constant 比如说我就随便造一个 一个5乘5的 我说补0 那我发现我用一个sliding window 就是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那其实呢 乘出来怎么样 乘出来就是做一个叫min filter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叫做min 叫min filter 叫min filter 它是min filter 是一个均值的filter 你就说等于是加起来 这个信号9个加起来除以9 那我算了以后 你可以看到我就把它补0 所以算出还是一个4乘4 那信号就变这样 那我有算错你们再告诉我 因为这个我是一面 一面编讲义一面怎么样 一面把它算一算 算出这个信号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告诉我们说 原来它要变成这样子 注意哦 这边的值是偏小 如果说呢 我今天怎么样 我用repeated的话 你发现呢 我就补这些旁边有没有 我就按照旁边补补补补 我好像补错一个地方 这个我打字打到老眼昏黑 再补4才对有没有 没关系 这个我算错你们再告诉我 所以原则上 他就补他附近的什么 附近的value 有没有看到 这个我打字没有打好 算出来这个值 那这个值相对会比前面大 因为我前面的是补0 因为很多的paper 后来就偷懒 全部都补0 补0有没有 那补0的话会相对整个信号 会 周边的信号会变小 所以就变成有这样 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补有没有 用repeating 就把它重复的方法出来这样的 所以各位同学 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小细节 因为我们这边是属于application的 所以我就会把一些 以前我们做研究的细节 跟各位做说明 那这个细节里面包括 就是刚刚那种 appending 在早期我指导的一个硕士班学生 竟然写了一篇 i3PO1的journal paper 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 这个medium filter 它的那个root的一个结构 我们就用三种不同的 这一个附加的策略 去做逆波 发现他所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 那我们就写了一篇 还不错的这一个i3PO1的paper 那这是一个硕士班学生写的 那各位有兴趣可以下载 我们当初那个早期写的一个paper 那这些都是我们多年来 为了要解决这个 这个影像处理的问题 所遭遇到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研究结果这样 那当然研究问题的 所以同学们就可以想说 哦原来很有趣的 把这些经验累积 让你们的那个能量会变大 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过程这样 好那我们这边就先到这边结束